绿灯亮起一名男子准备过马路 没想到板马线走到一半 一旦机车没有减速直接冲了过来 男子一个严明手快闪过 还寄出一记无音交 这一梯把机车撞歪了一下 差点被撞的男子吓一大跳怒骂起事 影片被捧上网引起网友热议 果然是行人地狱连走在板马线上都会出事 附近民众却表示机车不理 让行人在这里常常发声 事发在桃园中立 由于这个路口板马线有红绿灯 但是机车行驶的方向又没有交通耗制 才会造成路口乱象 会踩这个行人绿灯提早亮起的方式 或者是踩全路口行人专用的方式来运作 维护这个行人穿越路口的安全 另外在南投也差点发生异味 白车直行突然惊见右方有辆机车 90度左转夸张轨切 一路从外侧切到中间爽黄线 苏星白车一个紧急move 往左一偏再回正完美避开骑士 网友也纷纷大赞驾驶技术真的太神了 汽车敏捷满点完美通过测试 不过骑士的夸张轨切路中回转也将开罚600元到1800元罚还 行车上路随时要注意周边状况以免意外发生 记得就这样王亭桃源南投采访报道